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节目的第二节 这节我们将会谈考菲尔德会 对比我们刚才谈的朱木朗马峰錦标 这项赛事历史悠久得多 19世纪已经开始179年跑到现在 这项赛事向来都被誉为澳洲三大满贯赛事之一 已经去到考菲尔德杯 2400米屠程赛事 在考菲尔德马场跑 好像地上更烂 刚刚星期三下1000坚尼 那天都是重压10 就算好一点点都是烂的 因为澳洲草地很难 短时间会吹干 如果说马场形状 大家应该比较熟悉 没有辉明顿直路那么长 但是弯就很急 直路偏短 直路短得多 不过这样向来也是 不要担心直路短 弯急些 外档马不行 外档马很多时候都会被盖上来 这场马出马比较多 看看是什么马跑 18只 这一集马大家可能比较陌生 但是近期跑得好 有东宝錦标冠军 激斗士 这些连赢两场的比较受到追捧 欧洲马有个踏金行 来到澳洲之后 热了两场身 跑得不错 背着顶绑上阵 用泄海滑 其他马方面 球阶全赛 澳洲打比跑第二孙比一个 都下来为省跑 有个比较熟悉 可能信誓旦旦旦 几年前是墨尼本杯 近期又好一点 状态 其他共治军王 这些也是欧洲马 山奸善女 亦都有近职的马 大都回錦标跑得好 有绝不妥协 近期很多都是同场上阵 亦都对战过 先说东宝錦标的战线 激斗士 刚才施亦都说过 他就赢了一匹 这场马比较特别 我看起来 好像起了那几匹之后 都没有改变的位置 其实它是冷碗身份 在纽西亚马上 外面乘搭金行 移民马 这一组没有欧洲 排一次半次的马 最多都是移民过来 回来赢 因为用一姐假结尾跑 榜比较轻 所以挺受当地注目 但如果你和传统以往的 考杯的热门比较 他又不是很有声味 而是霸气的那种 所以也要留意一下 当然是假结尾 即是呂骑斯 都没有赢过这种 考飞得杯 可否创造历史 他的排档都不是差 而跑费都主动 因为他年初的时候 这种激斗士 其实是在跑一些洋赛 比较低级的赛事 但是近期 连赢了两场 这种级数 又好像 可以挑战这种赛事 不过就要小心一点 东宝錦标始终不马场不同 费明顿 而且是2,000米 现在转来 考飞得马场跑2,400 是有少少难度 不是没有 只不过就是 原来过去三届 东宝錦标的前四名马 原来跑考飞得杯 成绩不错 因为时间比较近 而且是2,400 你看到过去两年 比如庸龙以眼 鼓动都能赢得 在数书 熏世丹丹 都有跑过 在东宝錦标 跑至4 跟着考飞得杯 跑至2 始终跑到长途赛 近跡也不能太差 要赢得考飞得杯 这些赛事 不过东宝錦标 刚才的片段 我建议大家看多几次 因为整个感觉 就是起步之后 直至回到终点 頭三四名的馬是沒有改變的位置 但後面那堆有些馬是塞塞的 沒有太多機會發揮 例如柏寶那一匹 那一匹叫浩宅 他在後面塞到很久 另一匹就 靈感嬌蛙 因為他轉位轉不到 到釋放出來的時候已經太遲了 我覺得兩匹馬都要留意 熱身賽有時都是這些鏡頭 就算是再跑另一場 神威錦錶後面那些馬 其實目標就是這一場 反而贏的是國士團 即是頭三名 今次都有份馬在陣 神威錦錶即是考菲爾德錦錶 球街全賽 加了眼罩 先試一試 另創新界上架亞軍 今場也是 終點前兩匹馬 如是挺好的 球街全賽其實我們很熟悉 會來打給亞軍 其實這場大家看前面的愛禮物 品德高尚 因為那些是國士團 球街全賽跟剛才踏金行 他們是一邊馬 第二邊可以贏孝菲得杯 這個真的 很高難度 有些二位難贏 暫時看著他跑那麼多 反而你講球街全賽 他的縮敵會贏多些 那隻慶智高 經常跟他一起跑 因為慶智高 他都有份跑式來打比 他第三個 經常你贏我我贏你 球街全賽又有份跟他跑 9月17日那場京士論成錦標 這場是熱門的球街全賽 一衝過了 但是呢 這次是慶智高 我始終覺得有些天才未到 你說要過他又不是那麼容易 在色尼打比他們也是 一路拍著追上去 追一個勁 三匹馬鬥 這次是兩匹馬鬥 是慶智高鬥贏的 所以如果大家看著球街全賽 慶智高當然沒有忘記他 經常都說 放拉對手 如果整天對 不是你贏我我贏你的話 表示什麼呢 就是大家是很接近的 另一趴 剛才提及過的寧錦嬌娃 他走另一條戰線 滿利谷那條戰線 9月初已經是老面 飛行錦標 即是拿督神鎮南錦標 1600是短一點的 這隻是西澳洲馬 一路跑到出來 摩爾坡這邊 他又短 跑回長 因為這次第一次跑2,400 但如果看他的血統 應該是長途馬 我們總乎是拾標 是中城漢子能拾標 難道真的長途跑1,600 所以飛行錦標 有這樣的走勢 你過來挑戰 考菲爾德杯 這些都是有他的原因 有部署 本來我度過這條馬 都想一下 阿姆加入他 但現在問題是一度 一度沒有被人運 因為是後上馬 我少擔心 你知考菲爾德馬場 浸浸掩蓋過來 又怕他塞來塞去 比較難預測 因為有時考菲爾德散開 轉彎我們經常見 一把線散出去 他就沒有那麼辛苦 但如果前面是慢放的話 這場是有可能的 因為不是太多馬在前面走 所以會不會混 剛才已經分了一次 我們看東部錦標 我特地調查這些賽果 頭三名排外檔 雙位數的比率很高 因為要用空間去衝 反而球界全賽 有時大家看 二十檔考菲爾德不是 沒有什麼所謂 還有一件事不怕 場地夠爛 如果你說落到 可能走出來 爛地 根本馬都散開 都不需要你當位 反而內檔馬要想一想 會不會因為場地不好 搞禍他 這個都要小心一點 貝湯美的這場賽事 有份上陣 他就沒有空間去 留在昔利那邊 來跑考菲爾德 他騎了共治軍王 其實這場賽事有選擇 他有其他賽事選擇 他選了這一匹 他其實有選擇 第一,他不怕珠峰 因為一年年都怕珠峰 他都很大膽放棄 因為他想贏一次考菲爾德 其實是共治軍王 山間事都在 這場賽事有山光錦標 加雪加人贏 但這匹賽事在歐洲服役 之前是岳本賢訓練 來到澳洲之後 他自從加到跑二千 最近五次 他都能進入前兩名 不過有一點就是 他未跑過二千四 他去到二千 會不會是長力那麼大 但他是歐洲馬底 照價二千四 應該到的 他跑過二千三百多 不過是第四 當時在歐洲跑 但可能當時比較年輕 但我挺喜歡 呂列馬斯林角森 搞這隻品德高sir 搞得這麼厲害 是要考驗一下 長力那方面 為什麼我說貝湯美的選擇 都引起了我注意 因為他有一匹絕不妥協 是可以選擇的 而那一匹二千四 就證明了 因為他是大都會錦標的得主 而當時他騎 結果他沒有選擇 結果要了共治軍王 我記憶中 大都會錦標的冠軍 過往下來 而是考飛爾德杯 通常都跑得不太好 上一屹大都會錦標 那隻山姦善女贏 而去考飛爾德杯 跑第四 但今年我們要研究 一件事 就是色尼的場地很難 而馬過去摩爾本 咦?摩爾本又跑難地 比較貼合 因為以往不是 色尼一臨地 去到日本跑快地 就不會跑 只不過呢 配搭 你問過背湯美 變成了尿偉德 就好像減了一點 我自己就覺得 沒有那麼安心 兩兄弟對決 球界全賽 和絕不妥協 同一個媽媽 大家差一歲 但兩隻跑臨地 跑長途都行 看看發揮 看看這批絕不妥協 片段看了那麼多 這場賽事比較 對比朱姆六萬風 我覺得複雜些 場地又要猜 好像大家都沒有什麼 哪一批是特別突出的 這場賽事比較軍勢 如果選擇初選 會不會 那麼軍勢 我相信歐洲馬 加上場地爛 一號 就是踏金行 在歐洲 跑到你半 他可能是二三級馬 但落到澳洲 這些賽事應該夠用 加上一次 當那場熱身賽 都追得那麼好 我相信這隻踏金行 有一場地變化 他有些半眼機會 賈賈地 都法國海船門第四名 應該都夠級數 我都選一隻歐洲馬 共治軍王 轉了去寧角森 那邊 反應得很好 我又不想選太內蕩 我又不想選太外蕩 不如選中間十檔 他又可以擺前燒走 看看能否佔到優勢 剩下 慶治高球界全賽 那條線都來 我一定在這條線上著手 不過球界全賽的檔 真是崖了點 剛剛對上那一仗 他對著慶治高 都是輸少少的 當然兩匹馬很接近 你不能說輸一場 一定球界全賽 差過慶治高 而且球界全賽贏過慶治高 但這場賽事的形勢 慶治高可能是好一點的 所以兩匹初選的話 慶治高我優先少少 好了 考非易得杯又談完了 這場賽事會比較難 大家的片段 我反而覺得節目之後 大家繼續看 看多一點 有很多馬 在這片段裏 可能真的保密尋歸底 要慢慢看才看得到 好了 這節談完之後 我們又休息一會 回來節目最後一節 第三節談到英國冠軍錦標 出馬沒有那麼多